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的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在还是这个在36街的这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地铁站口 还是聚集的大批的警员消防人员还有调查人员在这边 那刚刚稍稍前这个旅行人提到了就是这个幽灵枪 因为叫Ghost Guns 是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11号公布司法部制定的一个新的规则 那美国政府计划监管那些没有序列号 是自行组装而成的幽灵枪Ghost Guns 那华府将禁止商户出售无序列号的枪械零件套装 那根据美国各地方的警方通报 其实在上个周末 华盛顿 伊伦诺尔州的埃尔津 印第安娜州的Indianapolis 印第安娜 波利斯 Texas 德州的Houston 都发生过造成至少4个人伤亡的枪击事件 当然我们这个媒体当中更抓住全球媒体关注 那就是在纽约市这个发生的 现在正在进行正在发生当中的这个枪击事件 因为毕竟纽约市是这个世界的国际金融重镇 而且过去9.1事件在这里发生过 所以类似有这样的一个风吹草动 都会吸引到国际媒体的各方的关注 那稍早前我们也提到这个美国公民的拥枪法 是这个是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缺乏一个全国性严控枪械的措施 导致这个枪械严重泛滥 平均每一年有超过3万人因为枪械伤害致死 当然也不乏这个有这个枪支协会的人的这个利益当中 那据报呢平均每一年每100名美国人就拥有121件枪支 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 却拥有全世界40%的私人枪支 而截至2021年底 美国人口将近3亿3千万人 但枪支的保有量却达到3亿5千万支 那现场高中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这件事我们听到的看着我们的看见 他不是只能够一人说的 我你你必须要记得 这件事件事 很远的 很远的 有很多汽车